早来持续来看到的是这台飞之间的纠纷 菲律宾总统艾奎诺三世呢 日前只对于这起事件有过一次这样子的发表评论 但是当时呢 他的评论是连菲律宾人都看不下去 其实来看看这个艾奎诺三世 他是出生于政治世家 他是爱国这昔日在野党领袖艾奎诺二世的儿子 而他踏入政坛之后呢 三年前是当选了菲律宾总统 不过呢 他现在可是菲律宾的黄金单身汉 当然花瓶新闻也从没断过 长发飘逸眼睛会放电 三十岁的李金星是菲律宾娱乐节目女主播 另一个身份是菲国总统艾奎诺三世 曾经爱过的女人 两人留下脸贴脸 亲密合照真正的恋情 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告吹 让艾奎诺三世继续当菲律宾最知名的黄金单身汉 近年五十三岁的艾奎诺三世 花边新闻不断 约会对象包括女教师 股票交易员 造型师 他曾说自己还不想安定下来 出身政治世家的艾奎诺 父亲是菲律宾民主运动人士 艾奎诺二世 他在一九八三年去美国就医 过境台湾返回菲律宾途中 一走出他所搭乘的华航班机 就遭到刑刑事的暗杀 艾奎诺二世的记者柯拉荣 一九八六年高票当选 菲律宾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近年把政治棒子交给儿子 艾奎诺自己曾在母亲担任总统任内 遭遇政变攻击 她的人生跟着家族命运浮浮沉沉 三年前当选菲律宾总统 把国内经济搞得不错 却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备手争议 陆续因为领土问题和社会事件得罪 香港大陆和台湾 向来表现悠哉的艾奎诺三世 这回很难轻易过关 中文权李冠志台北综合报道